欢迎收看,我是叶峰 作为女性,或者说成长环境比较舒适的女性 我满心满眼就只想关注美好的事物 很不喜欢关注让人心情不好的事件,比如政治 所以我出国之后的很多话题其实有些擦边球,并不深刻 长年来我和很多女性同胞一样 喜欢追追剧啊,看看书,听听音乐或者和男人一起看看足球 甚至跑去西班牙看黄马的比赛 但只逮到了本泽马 等我要追到法国的时候,梅西却近离开了 长年来,梅西的成长经历,完美的婚姻和家庭 温和的性情,给中国栽区的捐款 以及各种无懈可击的周边,给我了更为立体具象的印象 所以作为一个至少看得懂月味的初级女球迷 也是对她颇为喜欢 前几天,听说她随对到香港进行友谊赛 香港八万球迷大张旗鼓的各种欢迎场面 料想又是一次足球的盛宴和狂欢 没有想到,虎头蛇尾的结局 以梅西步出场为收尾 令无数人叹息 甚至是愤怒不已 拿出了爱国情怀 拿出了多年喜爱喂了狗的怨队 听说梅西下一战是日本 还拿出了去喝日本喝废水吧的诅咒 面对铺天盖地的骂声 梅西沉默着 甚至全场坐在后补席,面色阴郁 当梅西不上场 我就知道了事件的后续发展 主办方一定会发声维权 球迷一定会愤怒 球队一定会说梅西有伤 中国网民一定会说去日本伤就好了 梅西一定会在合适的时候出面表示遗憾 然后详细解释自己的伤情属于客观原因 希望大家理解 妈呀,我简直是神算 这几天事件发展的脉络 全都是按照我的推演进行的 其实说白了也没什么 这不是常见的新闻公关的博弈手段吗 有人问我立场和观点 严肃地说 我没有立场也没有观点 作为刚刚有几千名粉丝的小YouTuber来说 本着对他们的喜爱负责态度 我更没有立场和观点 因为我不了解其中内情啊 也不是看见各种表现出来的现象 就直接开骂的人 所以不能轻率战队说 一定谁就很对 但有几点疑惑认为是 事出反常 必有妖 第一 作为曾经的媒体人 我嗅到了非常熟悉的味道 一种通稿的味道 你可以骂人 更可以上万人五花八门的骂人 但口径不应该如此相似 网络平台看到的是一种 上了发条的 有节奏的枪连弹雨 这种情况 我连跟铁的胆量都没有了 怕被密集的火力打成筛子 还说梅西连握手和微笑都不给 但一个没上场还乐呵呵找你握手的球星 你要不要罢得更狠些 比如 居然还有脸笑 换句话说 他笑不笑都有罪 不上场本身 就是爆发的原罪 毕竟球连们用那么多钱和激情想买来的 一定不是这个结果 第二 既然球队和香港赞助方签订的有协议 那么不让梅西和苏亚雷斯上场的后果 他们是知道的 香港这届球队的水平 说实话也没什么 梅西即便带伤跑几步 也都无所谓 玩玩而已嘛 这和当初冠军杯的强大体能对抗 不是一个概念 说白了 就是上去露了脸 为什么不上场呢 显然不是伤病原因 所以也就意味着 球队和幕后决策者 在梅西上场没损失 不上场一定有巨大损失的前提下 仍旧坚持做了不让梅苏二人上场的决定 让1700万赞助打水漂 为什么 第三 这次迈阿密队全员到场 包括小辈在内既然不是为了钱 难道是为了挨骂来的吗 应该也不是吧 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如果是制造更尖锐的冲突型效应 想让八万球迷的愤怒 引起全球的瞩目 那这个目的达到了 甚至比梅西上场的结果更轰动 这个效应会给全球怎样的波动和影响呢 又要传递什么信息呢 第四 我不喜欢霍季刚 更不喜欢他如今的身份 他到底是以单纯的商人 还是什么别的身份站出来发声的呢 说实话 我对他的发言如今都有了应激反应了 他在任何场合的发言都不会那么单纯 都会提前给我一个信号 值得他出面的事 没有那么简单 对于这件事 我再次声明没有立场和观点 你不能觉得我没和你站在一起骂人 叫珠连九族吧 到底是谁在绑架别人的情绪呢 我不会对某个体育明星到崇拜的程度 仅仅是喜欢 就好像我当年喜欢科比一样 但科比的离世也只是让我感到遗憾 对梅西球技的欣赏程度也是同样 所以这件事即便换一个主角 我仍旧会提出上述的四点疑问 仅仅是疑问 你可以说我阴谋论 但我相信以我的粗浅智商能想到的结果 贝克哈姆和球队高层早就知道会发生 所以今天的视频只有一个问题 没有答案 我是叶峰 你也可以猜测一下 为什么 是叶峰